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装自己中枪死亡 这将车内的强哥吓得浑身哆嗦 塞尔夫这时拿着枪询问强哥 我要去找格雷琴你可以帮我吗 认怂第一名的强哥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塞尔夫 仓库中的几人很是生气 不知道塞尔夫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他能动用国安局的飞机和汽车 就证明他国安局的身份不假 马虎这时想到塞尔夫一直将自己置身事外 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政府授权时 塞尔夫总是进行着推托 他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与麦克尔的合作 现在事情弄成这样 国安局的人迟早会找过来的 马虎提议大家先离开仓库再说 麦克尔来到了仓库的厕所 将希腊的一个零件放在了厕所顶上 原来麦克尔早就留了一手以防塞尔夫食言 就在这时麦克尔的头疼又犯了 这刚好被进来的林肯看到 林肯赶快将麦克尔扶到了一边 林肯知道麦克尔现在急需治疗 但现在这样的处境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医院 很快塞尔夫的上司赫伯带人来到了仓库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赫伯只能给麦克尔打来电话 赫伯让麦克尔现在回到仓库谈谈 麦克尔让赫伯履行当初签订的协议 自己就会回来 赫伯称协议里并不包括偷走希腊 和杀害两名联邦探员 麦克尔一听就知道自己被塞尔夫给算计了 但赫伯根本不听麦克尔的解释 并称自己到天安海角也要抓住你们 很快麦克尔几人来到了一家旅馆 麦克尔拿出手枪称 如果国土安全局的人找来 自己可以摆平他们 其他人劝说麦克尔不要和国土安全局作对 菲尔南多想要逃到墨西哥 那里有自己的好兄弟可以接应自己 麦克尔称我们只要将塞尔夫抓回来 从他手中夺过希腊就还有希望 麦克尔不想再过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而且自己还想要搞垮公司 这是电视上报道着强哥和格雷琴打劫门公司的新闻 这让几人知道了被耍的不只是自己 现在塞尔夫得到希腊后想要出手 他肯定要去找格雷琴 只要找到格雷琴就可以找到塞尔夫 另一篇将军回想起希腊被抢的事很是生气 将军马上召集了所有持卡者商量对策 其中一名持卡者对将军很不满 认为希腊被抢的事情将军要负很大的责任 将军生气的想要赶他出去 但他还不依不饶地说着风凉话 生气的将军瞬间开枪将这名持卡者杀死 并从他身上拿走了卡片 将军派人包围了国土安全局 只要塞尔夫一出现就对他进行抓捕 这时将军也得知了强哥和格雷琴打劫门公司事情 马上让手下通知交通部的人 通过监控寻找两人的下落 丽莎对将军刚刚枪杀持卡者的事情惊魂未定 将军称事时割出癌病的肢体 可以保全身体的其他部位 丽莎还想为他说话 没想到将军称 如果你无法胜任工作 现在就告诉我 另一边强哥告诉塞尔夫 曾经自己复制过格雷琴的指纹 知道格雷琴的家在什么地方 塞尔夫现在想要找到格雷琴 也只能先去他的家中 此时强哥也看出了塞尔夫的阴谋 就在塞尔夫的耳边 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猜测 塞尔夫被强哥的碎嘴折磨得受不了 拿出枪让强哥赶快闭嘴 此时旅馆中只剩迈克和萨拉 其他人出去寻找公用电话 萨拉为迈克注射了一直头痛的药品 但萨拉知道这不是长久的办法 就劝说迈克前往墨西哥 那里有自己信得过的医生 迈克告诉萨拉 自己没有看见公司垮掉 哪里也不会去的 此时格雷琴来到了和冯约定的地点 格雷琴这才发现冯被塞尔夫杀了 这时林肯的电话打了进来 林肯将塞尔夫出卖自己的事 告诉了格雷琴 格雷琴称塞尔夫肯定会找新的卖家 并和林肯相约一小时后 在公园见面 电话刚刚挂断 姐姐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格雷琴听到姐姐害怕的声音 就猜到塞尔夫已经找到了姐姐的家中 另一边参议员找到了贺博 议员称没想到这次秘密行动会议失败告终 贺博向参议员保证 这件事不会有别人知道 这时联邦执法局的苏特 来到了贺博的办公室中 苏特称自己奉副局长的命令 来彻查迈克和林肯的案件 希望两人能将知道的一切告诉自己 迈克几人来到了和格雷琴相约的公园 大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监视着整个公园 等待着格雷琴的到来 此时格雷琴来到了姐姐的家中 塞尔夫以格雷琴的姐姐作为人质 拿过了格雷琴的手枪和电话 发现格雷琴刚刚和迈克通过电话 塞尔夫以格雷琴的女儿作为威胁 逼问出了迈克一伙人的下落 并将这个消息让强哥告诉了国土安全局的人 迈克在公园等待的时候 给赫博打去了电话 询问赫博 自己将塞尔夫和希拉都交给你 你会不会遵守之前的诺言 就在这时 一辆救护车从赫博和迈克的身边开过 迈克瞬间反应过来 赫博来了 马上用对讲机通知几人赶快离开 迈克刚刚准备离开 联邦的人就向迈克追了过来 林肯看到事情不对 只能开车挡住他们 来为迈克争取逃脱的时间 迈克虽然逃走了 但林肯不幸被抓了起来 他们将林肯带到了仓库 林肯解释道 这一切都是塞尔夫的阴谋 塞尔夫骗了我们所有人 赫博根本不相信 还认为塞尔夫是个好公民 林肯称 我们为什么不珍视自由 那是我们唯一在乎的东西 这句话让赫博陷入了沉思 其他几人安全后 迈克就给格雷琴打来了电话 询问格雷琴为什么要陷害自己 格雷琴只好将电话交给了塞尔夫 迈克听到塞尔夫的声音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挂断后 塞尔夫询问格雷琴 买家是谁 格雷琴称他叫怀肯 他不是真正的买家 只是个中间人 塞尔夫听到这里 让格雷琴带自己去找怀肯 强哥留下来看着格雷琴的姐姐和女儿 格雷琴警告强哥 你如果感动他们其中一个 你就死定了 临走前格雷琴的姐姐 生气地扇了格雷琴两巴掌 格雷琴知道自己理亏 根本不敢说什么 仓库中参议员告诉林肯 自己刚刚去调查了一下塞尔夫 找到了他试图删除的文件 发现塞尔夫给自己弄了一个新的身份 和他在开办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 还有明天早上到那里去的旅行指南 参议员向林肯道歉 并希望林肯可以帮助自己 参议员称 我现在需要你们所有人的证词 来交换全部的豁免权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离开 此时林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参议员 参议员称 你们如果现在离开 就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件事 国安局就需要你们来掩盖事实 你们的后半生就要在监狱中度过了 林肯只能给迈克尔打来的电话 将参议员和自己说的话 全部告诉了迈克尔 迈克尔思考后打算去见参议员一面 称自己还准备好了后备计划 迈克尔让菲尔南多和萨拉在一起 去碰面地点密切监视他们有没有耍诈 并将见面地址交给了菲尔南多 萨拉看出了迈克尔不安的情绪 还在一旁劝说着他 另一边塞尔夫和格雷琴在等待的时候 格雷琴一直猜测着塞尔夫 塞尔夫认为格雷琴在拖延时间 就打电话让强哥拿出箱 对着格雷琴的姐姐 格雷琴吓得赶快将约定好 交希拉的地点告诉了塞尔夫 塞尔夫这才让强哥助手 菲尔南多和萨拉来到了迈克尔所说的地址 塞尔很是纳闷 迈克尔为什么要将见面地选在这里 这时马虹走了过来 马虹称迈克尔想要自己完成任务 现在我们坐上面前的公交 就可以离开这座城市 这让菲尔南多和萨拉一脸吃惊 丢下迈克尔的做法让萨拉很是不安 如果与赫博的交易是合法的 迈克尔怎么会让几人逃走 这说到菲尔南多也有点动摇 他们是否该丢下迈克尔自己逃走 迈克尔来到仓库见到了赫博 并将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赫博和参议员没想到塞尔夫竟是这样的人 自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 擅自行动会被判处15年 赫博提议那就斩草除根 掩盖这件事情 赫博回到仓库让迈克尔将其他人全部叫来 这遭到了迈克尔拒绝 生气的赫博拿出枪对准了迈克尔 称迈克尔如果不将其他人叫来 自己就要开枪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开枪 赫博被当场击毙 原来开枪的正是联邦执法局的苏特 苏特告诉迈克尔将军要见你们 菲尔南多和萨拉不放心迈克尔 就打车来到了仓库 菲尔南多小心地进入仓库 拿出藏在沙发里的手枪 苏特正准备带走迈克尔和林肯时 菲尔南多拿着枪出现在了苏特的身后 林肯趁机夺过苏特的枪 将他直接杀死 这将参议员吓坏了 参议员称 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就剩塞尔夫和自己了 会议桌上有个手提包 包里的文件记录了这次秘密行动的所有事情 只要你们将文件处理掉 一切都不会发生 到时候可以当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参议员希望迈克尔可以放了自己 这时迈克尔也心软了 让参议员离开了仓库 另一边塞尔夫和格雷琴到了交易地点 还在这里见到了中间人怀肯 怀肯拿过希拉去检验真假 一会儿后怀肯告诉塞尔夫 希拉上少了一个零件根本用不了 原来缺少的这个零件 正是迈克尔取下的那个 塞尔夫给迈克尔打来电话称 迈克尔拿了自己的东西 迈克尔让塞尔夫有本事就来取吧 因为第四季的第十三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迈克尔现在摆脱了国安局的追杀 但塞尔夫再次盯上了他 迈克尔该如何对付塞尔夫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 《月遇》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